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哎呀好无聊喔 加入都不知道去哪 可以去动物园啊 不要 野家的动物园很远 而且很塞车 我跟你说 在P2有一个新的红树林衍生动物园 那是什么 那是P2新开发的一个水路衍生动物园 它里面有河川生态园 动物度假村 马场还有海洋世界 既然有这种地方 对啊 它里面的那个河川生态园 我们可以坐船穿梭在红树林之间 而且还可以一边欣赏沿岸的动植物 近距离的话 不会很危险吗 不会因为那些动物是在岛上 然后我们是在河中的船上 所以是很安全的 哇那听起来还不错 那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特别的就是动物度假村 动物度假村 是给人的还是给动物的 是动物住在那边 然后人去那里度假 那边有搭建很多安全的小屋 所以我们还可以去那边住一两晚 在动物的地方睡觉吗 嗯 就是它那边的那个度假村呢 它其实是有五种选择 有狮子馆 老虎馆 大象馆 小马园 还有长颈鹿小屋 跟动物一起睡觉 感觉听起来很危险 这样会不会很有压力 嗯其实不会 而且它就是 这就是它刺激又好玩的地方 哇那听起来是个很棒的体验 你可以跟狮子老虎有一窗之隔的那种享受那个感觉 对啊我也很想去 而且不只那样哦 他们还有一个马场 配有专业的训练师 还有骑马专家 可以让小朋友在里面学骑马哦 学骑马听起来感觉很酷 这个不是每个动物园都有的 对啊 那如果不敢骑马的话 如果想游泳的话有吗 有有有 那边有那个海洋世界里面有很多海洋生物啊 我们还可以去跟海豚一起游泳耶 哇那听起来很棒耶 这个野生动物园可以跟水陆两地的动物园一起被看到 听起来感觉很有趣 对啊 而且除了看动物之外的 它旁边还有一个电污区 所以那边可能会有很多餐厅啊 时装店啊 迷你市场啊 所以我们就看完动物之后 还可以去那边shopping 然后还可以去享受各国的美食 还有那种中式日式 韩式 印尼式 马来式 泰国式 美式 越南式 印度菜等等 选择超多的 哇 没想到PIC2的红树林野生动物园 可以这么的有趣啊 我们可以欣赏我们的水陆两地的动物 我们还可以坐船去穿越我们的红树林景观 以及我们可以住我们的动物的度假村 然后还可以游泳跟学骑嘛 这个我们一定要去 对啊 这么丰富 我们就现在就一起去吧 可以可以 走